到目前为止 东汉民事我们就讲完了 东汉是诗说新语涉及的第一个时间段 从今天开始 我们开始讲第二个时段 曹魏事情 读三国演义的朋友都有个认识 小说好看的是三国建立之前的部分 而三国建立之后 书重点关注的是蜀汉 但是诗说新语写三国时段的 他主要关注的不是蜀汉 而是曹魏 诗说里讲刘备的就一条 说的是 让刘备待在中原地区只会添乱 治国是不行的 但刘备要是跑到地势险要的边境地区 成为割据势力 这个能耐他还是有的 这个吐槽真是刻薄的 闪烁着手术刀斑的寒光 既然诗说新语重点关注的是曹魏 那我就先为你把这段历史勾勒一遍 尤其是当时很多民事的命运 是直接和曹魏的政治事件相关的 了解了这些历史 你才能比较准确的了解他们的处境和选择 先说曹魏的第一个皇帝曹丕 曹操死后曹丕就让汉宪帝让位给自己 但这个过程绝不像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么难看 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汉宪帝下诏书表示要让位给他 曹丕谦虚表示自己不行 如此三推三让 汉宪帝那边都急了 你要不当皇帝 你对得起天下参申吗 曹丕这才勉为其难当了皇帝 然后举行了一个特别盛大的擅让仪式 主持人就是之前说过的话 曹丕当皇帝的时间不长 六年后去世 儿子曹瑞继位 嗜好明帝 嗜好是帝王死后 根据他在位时的表现起的 比如说今天伟帝就叫文 开疆拓土就叫武 赵陵四方约明 天下四方都被陛下宁的光辉 照得肮脏的东西没有容身之地了 那个叫明 皇帝对陈下监管严厉 不让人胡作非为 那就是明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皇帝 如果嗜好是明 很可能说明他比较严厉 甚至比较残酷 喜欢严刑郡法 这么一解释 你大概也知道 魏明帝曹瑞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魏明帝在位时期 皇帝强势 士族任性的空间就小 当然 明帝在位时间长一些 从公元226年到公元239年 13年多 严格说的话 也分时间段 大体上 以诸葛亮去世的234年为界 诸葛亮这人 确实了不起 他在蜀汉主镇的时候 不停的北伐 打得曹魏高度紧张 全国上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诸葛亮有没有又打过来 如果打过来了怎么办 诸葛亮一死 曹魏就放松了 你可能会说 不是还有江维九伐中原吗 这个不要被三国演义误导了 江维伐中原 前期都是小打小闹 诸葛亮去世后 江维很大程度上是被压制的 一方面 蜀汉这边 不时让江维去打一下 因为兴富汉士 这面旗帜不能倒 不打这面旗帜就没了 但是也不能真打 国力消耗不起 所以给江维的军队 通常不超过一万人 因此诸葛亮去世后 很长时间里 魏国就比较放松了 诸葛亮234年去世 魏明帝 235年开始放飞自我 大兴土木 过上了娇奢营逸的生活 在这种放松的氛围里 明氏们开始渐渐抬头 但魏明帝很警觉 立刻下诏书 打击这种风气 所以总的说来 从曹丕到魏明帝这19年间 明氏相对不是那么活跃的 239年魏明帝去世 这之后曹魏的皇帝是谁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陈寿写三国志 第一篇武帝记写曹操 第二篇文帝记曹丕 第三篇明帝记 就是魏明帝曹瑞 第四篇叫三少帝记 还有三个小皇帝 归了归齐 何一篇 三个小皇帝里头 也就是魏明帝之后的 那个皇帝 叫曹芳 曹芳最终是被废掉的 所以没有以皇帝的身份 获得嗜好 他当皇帝之前是齐王 因此往往称他为齐王芳 齐王芳用的第一个年号 叫镇史 这个年号用了十年 对誓说新语来说 这十年很重要 因为魏晋明氏的风度 基本上是在镇史阶段奠定的 而这个时期的明氏 也被当作明氏风度的 最高典范 东静有个叫袁洪的人 回顾过去都有哪些明氏 他没提我们前面讲的东汉那些 他关注的第一代明氏 就是镇史年间活跃的明氏 就管他们叫镇史明氏 第二代明氏 叫竹林明氏 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里边的大多数人 在镇史年间还没有出名 但是他们的风格 也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为什么这十年里 明氏能够起来呢 主要是这个时候 曹魏外面没有大的威胁 国内局势也比较稳定 当时皇帝没权 两位俯镇大臣 一个曹爽 一个司马仪 矛盾很大 但是还处于斗而不破 没有撕破脸的阶段 所以整体形势比较稳定 明氏也就有活跃的空间了 然后镇史十一年 出大事了 我们刚不还说镇史这个年号 用了十年吗 哪里来的镇史十一年 就是因为出大事了 长期装病的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 把曹爽一档给除掉了 所以年初的时候 年号还是镇史 到了四月份 司马懿取得了全面胜利 把年号改了 这是我们读中国古代史 经常会遇到的麻烦 一出大事就改年号 如果一年之内出了好几次大事 那么这一年就可能有好几个年号 这次政变 史称镇史之变 也叫高平林之变 这是曹魏建立以后的一次重大政变 司马懿不光是除掉了曹爽 而且株连了很多人 很多名士都被卷进去了 镇史名士的领袖叫何燕 后面我们会专门讲他 就是这个时候被杀的 所以要读懂诗说心语 对镇史之变这件大事 脑子里一定要有个概念 镇史之变后 历史变得有点混乱 曹魏的皇帝换来换去 司马家掌权的人也换了几轮 如果一般泛泛的了解历史 我们也不必搞得太清楚 但是要了解诗说心语 就要讲得具体一点 因为诗说心语里边很多人 比如说竹林奇县里的 阮吉 姬康 山涛 王荣的命运 都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 虽然这段历史有点乱 不过有个简单的逻辑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就是曹魏的皇帝 不甘心大权旁落的事实 想反击 反击失败 司马家就会又杀掉一批人 这当中有一件事特别严重 就是曹魏的小皇帝 被司马家杀掉了 之前只是废 这次给杀了 这时候司马家掌权的 已经是司马昭 曹魏的皇帝是曹丕的一个孙子曹毛 继位的时候只有12岁 司马昭本来应该是 也没有想杀小皇帝曹毛的 因为杀皇帝对他并没有好处 司马昭想的大概是 再过个几年 自己权势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稳 就可以先学当年的曹操 加九西 九西是象征着 天子权威的九种礼仪性的器物 是对臣子的最高礼遇 也可以念九次 等这些前期的铺垫做足 然后就学曹丕 搞一套善让的流程 我就当皇帝了 这对你曹毛也没有什么坏处 本来你也没有资格当皇帝 是我把你扶上皇位的 你皇位让给我 我也不会杀你 你作为让位的前朝皇帝 那也是有相应的待遇的 这不皆大欢喜吗 但是曹毛这孩子性情刚烈 他不甘心陪司马昭演这出戏 相反 他带着身边一点人 冲出了皇宫 要去讨伐司马昭 这就是明场面了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司马昭最得力的爪牙打冲 把小皇帝曹毛当街捅穿了 司马昭得到这个消息 吓得手里东西都扔了 说天下人会怎么说我 这是真吃惊 不是庄的 因为这事一闹 他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说实话 中国的老百姓 不管日子过得多卑微 还是很善于和皇帝有共情的 这是信仰 曹毛下葬的时候 洛阳的老百姓看见了 就说 这是前些天被杀的天子 眼泪哗哗就下来了 所以司马昭虽然又立了一个新皇帝 也就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陈流王曹焕 但是善让他是不敢想了 其实曹焕是很有觉悟了 我这个皇帝得来 就是为了让出去的 于是也赶紧给司马昭加酒席 但是司马昭不敢接 司马昭想的是 我得立一个大功劳 不是之奇功 然后才能再进一步 什么功呢 把蜀国给灭了 本来曹魏的状态 多少有点单于享乐 你蜀汉不来打我就是好的 我要灭你也挺累的 但就因为杀了曹毛 要多见个不适其功 蜀国就不能不灭了 果然灭了蜀国之后 再给司马昭加酒席 他就不推辞了 从杀曹毛到司马昭加酒席封王 这一系列的时间里 政治环境处于极其高压的状态 这个时候 民事们要是再采用一种 积极进取的政治姿态 就会显得道德很败坏了 于是表现为消极避世 内心惶惶然 当然有的人是内心真痛苦 有的人则纯粹是喜欢 这种放纵的感觉 这个我们到后面 具体讲到每个人物的时候 再来细讲 司马昭去世后 曹换让位给他的儿子司马炎 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当初 汉宪帝让位给曹丕 那出戏 大家还是演的蛮投入的 不少人是进入角色的 仅仅是46年之后 同样的戏 竟然又上演了一遍 大家当然都知道 这只是戏了 好 这一讲为你把曹魏的历史简单捋了一遍 大体上三个阶段 从曹丕到魏明帝第一个阶段 这个期间 明氏不算活跃 正是十年 第二个阶段 魏晋明氏的风度 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正史之变到靖陶建立 政治斗争变得残酷 很多明氏的命运 也变得跌宕起伏 下回咱们说说 和明氏们关系最重要的学问 玄玄 下回见